潘燦良失落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不過就有女友蘇玉華親愛 到文澤早前為ViuTV拍攝 《走佬去馬拉》 他笑言下次想《走佬去日本》 還有韓國女星金香喜的訪問 分享新戲 再跟鄭與盛合作的感受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我是Vanessa,黃令燕 許智安日前被爆背著太太鄭壽文 和黃森榮偷情 江仔日前開記招道歉後 森榮這天亦在網上發文認錯 坦然無法面對男友馬國明 而馬明同日亦首度現身回應 表示知道事件之後 很快由生氣變成擔心 希望大家給點空間心榮 他亦感謝大家關心 他亦感謝大家關心 希望傳媒不要打擾他的家人 《無信君》這日出正品牌活動 同場還有郭富城 潘燦良和女友蘇玉華 魏神禧、何超年、楊章新月等等 提到許智安爆出偷食事件 舞者就表示不適合多作評論 我想我們是國外人的朋友 我想人家被知經 兩夫妻在這件事 需要很多事情處理 我覺得我很適合女友 沒有整天Db登場 帶了好身材 獲稱保養得宜的他 自爆沒有很勤力護膚 我也是一個對於護膚很懶惰的人 不過幸好我有我爸爸媽媽的遺憾 皮膚是容易弄的 女兒在一起 會不會都像姐妹一樣 都像母女 對,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可能我有運動 所以比較活躍 我的女兒也有了我的遺傳 很喜歡運動 所以很像三姐妹 潘燦良日前失落金像獎 最佳南配角 不過他也收到不少祝賀 還有阿蘇吃飯 雖然得獎的不是我 但其實很多人都替我開心 有提名已經很好 其實誰得獎也不重要 因為大家都付出努力 大家都值得被認同 蘇柔有沒有被說話 怎樣 我經常被說話會聽 不是開玩笑 我想不用說甚麼了 我永遠都非常支持他 非常讚賞他 他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最好的 因為他很有趣 他拍攝《耶路大叔》的時候 他是很開心的 他每天下班回來都很開心 就算很辛苦也好 他也是很開心的 證明他很享受拍攝 而且他很喜歡那個電影 很喜歡導演 很喜歡編劇 很喜歡整個團隊 所以這是他已經最大的禮物 是嗎?我是不是說得對嗎 你說得很好 另外兩位又透露 將會跟影后葉德閒合演舞台劇 還是Dinny姐首搭台版之作 阿蘇都說這次合作非常難得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夢幻 我怎樣想像會跟Dinny姐合作 而且在舞台上結束 我是興奮了很久的 我相信這種興奮的感覺 會一直維持到明年一月 因為我們的演期是12月至1月 所以我不知道 我真的在做夢 也沒想過這件事會成真的 所以是… 是夢幻來的 杜汶澤這天 跟師弟楊天宇出席品牌活動 提到阿澤早前到馬來西亞 拍攝節目《酒女兒去馬拉》 不知道又有否想過下次去日本 我們確實是想著年尾 是 再拍攝《酒女兒去哪裡》 所以日本也是其中一個選擇的地方 香港人很喜歡去日本 是 對,我也是 另外問到許智安出軌事件 阿澤就不想多作回應 別人的事我們不回應 不回應 對,我們…你也不要回應 不要回應 自己的事又不說 甚麼都不說,很乖 是公司的傳統 你如何跟阿田保持夫妻關係的熱度 我們也不回應 謝霆鋒早前擔任香港電影金像獎頒 頒獎嘉賓 還見證著爸爸謝賢獲終身成就獎 這天他現身活動的時候 就說事後他們並沒有特別慶祝 其實我覺得每天都值得慶祝 我們也不會為了一件事特別慶祝 有恭喜他嗎?他有得意嗎 當然有恭喜他 其實他有得意嗎?他也沒有 其實我一直在台旁 很令他開心 做一件事,做六十多、七十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這就是我經常說的那種堅持 亭鋒多晚跟吳彥祖、馮德倫、李燦森 一起頒獎 他透露很開心再次見一群舊拍檔 跟一群朋友可以這麼多年 這件事已經是很難得 而且大家仍然是… 仍然是年輕 我們那時候因為太年輕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準備好 去拍攝第三集 不是在等待末星的劇本嗎 在等導演 因為導演現在也在拍攝我和丹爺 但同時已經在籌備 昨天楊老闆又答應了 好,馬上去 鍾嘉欣日前尚在和胡杏儀 集團的開心照片 他們也帶了寶寶,真的很溫馨 嘉欣又留言說 自己離開香港到溫哥華定居三年多 已經成為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而杏儀現在還在懷孕第二胎 她也很期待好朋友的寶寶 快點出生 鄧倫和杜小喬這位節目 《晚吹女學生吹水班》 擔任嘉賓 問到這一天成中葉說 許智安背著太太鄭壽文 和黃森榮偷食的事件 阿蛋表示雖然和森榮相識 但不想多說 其實我本身是挺要認識的 因為也認識Scarlett Scarlett姐姐 其實我覺得不方便評論太多 我只希望可能影響到的人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Scarlett 我知道她接下來要籌備演唱會 我希望她心情上會好一點 希望最重要是正能量 快點試過境遷 粉絲們親愛她的粉絲們 也是希望這樣 兩位在節目中和主持樂俊偉 嚴祺和Molly彭家媛 帶談學生時期的戀事 而向來沒甚麼緋聞的小喬 就自爆已經有喜歡的對象 我有Hommy對象,但還沒拍拖 希望她會跟我說 但你會主動出擊嗎 我會 她知道嗎 知道 韓國導演的作品 向左愛、向右愛和格鬥嬌陽 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而由她撿到兼金香氣主演的新作 更加成為韓國單入票房冠軍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兩位接受我們的訪問 金香氣這次跟導演和鄭宇誠合作 有甚麼感覺可以跟觀眾分享 首先,我第一次 데뷔를 我和鄭宇誠和鄭宇誠一起拍攝 其實我已經知道了 但我沒有記憶的情況 我當時三歲的記憶 但我跟著作品相處 非常有趣 我認為這是很好的經驗 我跟著作品拍攝前面 很輕鬆地、自然地 在現場拍攝了 這次在電影中 是做自閉症的患者 之前是否做了很多功課 首先,電影也有很多看過 還有監督所提供的書籍 也有很多看過 如果準備了基礎的知識 如果有些角色的角色 如果有些角色的角色 我認為是在演技中 在演技中,有些角色的角色 我認為是在演技中 我覺得是在演技中 也不相似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在演技中 我想問導演 其實這次電影中 有很多法庭的戲品 可能在拍攝時也有些困難嗎 所以有很多人的角色 人們太多,沒有設置的套餐 很多人也有放鬆力,很多人 所以經常有不足的酸素 都會躲起來,會有勾勁 拍攝時,可能會否 今天拍攝也曾經覺得壓力很大 但我覺得… 因為在法徵的場面 所以長時間拍攝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很累 所以在拍攝的拍攝 在拍攝的拍攝時 在拍攝前面 班牙、朋友們都在拍攝 在拍攝時拍攝的拍攝 但後面看著那樣,真有趣 好,也想聞回這個香氣 知道你已經開展了大學的生活 有隨時可以跟觀眾分享嗎 其實是初期 其實同學的同學們 都很適合 所以我都很開心的生活 我看見學習的同學也很新 同學的同學和同學 在現場上學習的同學 學習的同學 也很新鮮,也很興奮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兩位聊天 歡迎你們來到香港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們 謝謝,謝謝… 謝謝… 超級英雄電影的一班主角 羅伯唐妮、Jeremy Renner Brit Larsson等 齊齊去到韓國出席宣傳活動 擔任記招主持兼翻譯的安元謀 被大讚表現出色 他之後在網上分享 跟羅伯唐妮的合照 還齊齊擺出角色的經典姿勢 令我很羨慕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